嗨,我是翁翁 我发现现在小姐妹们的防晒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我每天喊着 防晒等于防老 总算没白操心 但是选择防晒不等于一味的选择高倍数的防晒 如果是上班上学长期待在室内的话 基本上SPF30左右就足够了 不然每天涂高倍数的防晒不仅没有必要 还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负担 那闷痘过敏不就都来了吗 这很多可怕 所以今天就把我手上低倍数的通勤防晒整理出来了 它们的优缺点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感谢收藏 第一支是这个优佳的防晒SPF30 它挤出来是这种有一点点黏的像酸奶一样的质地 它稍微有一个缺点就是推开会有一点点泛假白 主要因为它里面的二氧化态成分会有一点靠前 但是整体的敷感还是比较滋润的 我身边油皮的朋友会说它有一点点黏力感 但这支的优点是在于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乳化剂 或者是矿物油 还是蛮安全的 另外还有葡萄籽提取物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对了据说这一款是对海洋没有伤害的 听起来还是蛮环保的 我觉得它会更适合干皮 也估计油皮会没那么喜欢 接下来呢是OLEDA的这个精致防晒 它是SPF35 PA三个家 只要不是那种出门旅游的暴晒 这个防晒值日常是很够了 它是这种有一点淡粉色的乳液质地 上脸就像涂乳液一样 推开的时候就基本上沉没了 非常的快 就是那种涂了跟眉涂一样 非常清爽的感觉 摸起来是那种滑滑的干爽感 皮肤是可以自由呼吸的 基本没有润色 但是因为这个里面有添加牡丹跟提取物 就是专门针对抗氧化抗暗沉的 所以感觉皮肤吸收之后是有一个自然的光泽 到了下午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暗沉感 再加上凤凰浆这种养肤成分 来把布被晒过之后的皮肤屏障非常的滋润 所以我还蛮喜欢把它用来补涂的 这支是洗面奶都能泄的 我觉得油皮敏感肌都是ok的 然后是这支伊利斯尔 它也是SPF30PA三个加 它是这种乳液质地 流动性很强 看着是挺清爽的 但是推开还是有一定的滋润度 至于它是主打的乳液隔离防晒三合一的 所以涂完水啊精华之后 就可以直接代替乳液上脸了 如果涂完乳液再用的话 上脸就会有油腻感 还有搓泥的风险 它推开之后是有提亮肤色的感觉 里面有那个次里果提取物 也是针对抗氧化的 这款的滋润度和轻薄感 兼顾的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它有银罐和精罐 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肤质来选择 但是它这个里面的酒精含量 是有一点偏高的 所以如果平时有酒精过敏的 要在耳后先试用一下 然后再来判断 最后是这一支紫苏防晒 它是SPF30PA三个加 也是乳液质地 推开还是蛮轻盛的 沉默速度胯也不这么油腻 它上脸会有一定的真白效果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难看的假白 这里面的紫苏提取物是负责消炎抗菌的 还有白茶提取物来强化皮肤的抵御能力 这一支其实口碑会有一点点争议 因为说它里面好像有什么致敏的成分 但是我个人是敏感肌 用下来是觉得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特别特别敏感的 可以选择其他几款 它这款里面没有添加矿物油这种织豆的成分 然后又有一定的消炎抑菌的成分 所以说它还蛮适合那种痘痘肌 或者是油痘肌来使用 好了 今天的通勤防晒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合适的时候 涂合适度数的防晒就好 不要给皮肤负担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